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大超前后啊 来到海边啊 总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不一样的收获 今天啊 就在海边啊 发现这么一条鱼 露个大尾巴在外边 头啊 瞅在沙子里 单独这个尾巴都比我的手大了好几倍呢 少说也得十多斤呢 咱用单身二十多年的手啊 给他刨出来看一看 这首付啊 难道就是川中的快手吗 马上9点左右直播喽 想知道这条鱼道具多大的朋友啊 双击加上一个关注 看下个视频给他摟上来 刚走到海边啊 格老卷就看到这边有个黑东西 连接一看居然是个雪哈 我二话没说 一点就给他扒出来 我的个妈嘞 这怎么还吃了个八爪鱼啊 兄弟 啥人都能爆头啊 这都进来了 点个双镜再走呗 关注我看是大潮啊 不知道是环境影响还是浪大原因 今天刚到海边就发现一个黑白的东西 被海浪机打在沙子里啊 我非常的好奇 就想给他拔出来看看是啥 是什么大鱼 这鱼估计少不了几十斤 好多朋友今次见这么大的鱼 进来就讲量红心 想看啥大鱼 啥大货的朋友 留个双镜加个关注 下个视频更新 直播间赶海更精彩咯 来的朋友们 今天来到海边 在一个破旧的游泳圈下面 发现了一个超大爆炸鱼 光看这爪子哈 估计这个爆炸鱼都有好几斤重 是一个锡盘 都有我的脚趾牙盖这么大 别的视频可以不给双镜 抓到这么大的爆炸鱼 记得给一个哈 喜欢的记得加个关注 看你直播 来吧 兄弟们 别误会啊 这不是海带 也不是海苔 这就是海边自然生长的一种海草 不过像长得这么长 这么好看的海草 我也是第一次见 咱家老铁也是第一次见的 咱能给个双镜吗 加个关注 看我干海之不 谢谢